保護桃園 清留台灣 清留台灣 桃圍市長參選人鄭寶欣 28號在競選總部發表 保護桃園清留台灣跟新黨外運動宣言 指出台灣的民主在開倒車 民進黨政府壟斷媒體黨同伐異 對台灣的民主跟未來感到擔憂 對不同意見的人 靠1450或者是媒體的壟斷 對於所有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攻擊 我們可以看到周一寇 他是民進黨的側翼 也是政治的打手 那麼嚴重的是 我們的鄭英鵬上他節目以後 一再稱讚他 所以現在外面講得很清楚 投給鄭英鵬就是投給周一寇 投給惡毒的周一寇 所以這一點對台灣的民主發展非常不利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尤其是零電視 我們可以看到總統蔡英文跟蘇貞章 聯手要把整個媒體做更大的壟斷 我想這對於台灣的未來 我們實在非常擔憂 記者會中也特別請到民進黨 創黨元老許淑榮跟許國泰站台 前立委許國泰痛批 早期他們前人犧牲患德的民主 都被不孝後悲敗壞 為了找回民主請大家支持新黨外運動 民國66年透過選舉 黨外的大結合從中立事件開始 所以黨外運動非常的蓬勃發展 現在因為被民進黨這不孝完備 把這個民族又破壞掉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選舉 有保訓很勇敢的出來 我們再次的呼籲所有的全台灣人民 再度的黨外運動開始 不好的政黨要怎麼樣 就要砍掉嘛 我常跟人家講 國民黨是爛黨 民進黨是壞黨 無二不做 現在我們把這壞黨把它消滅掉 重新開始來建立一個新的政黨 新的那個民主運動 人民最大黨黨主席許榮署表示 他過去為民主奮鬥50年至今已經84歲 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他為之奮鬥的民主自由公平人權 要重現台灣 終於我奮鬥了50年 我想應該要安享天年 這個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有人權 是公正的地方 結果今天我所看到的良心在哪裡呢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所奮鬥的 民主自由公平人權 一定要重現在我們的人民眼前 讓台灣有個光明 人民的生活 可以安低樂運 新黨外運動連線召集人莊嚴 之前也曾是民進黨中央黨部 組織部副主任 他同批如盡的民進黨收割 又糟蹋前人的犧牲跟努力 希望透過民主政策對遊行 喚起國人的良心 我們保新市長 談的新黨外運動 在座的這些民主老前輩 我們就是要召喚起 跪起我們 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 圍到台灣 奉獻我們的無私 好不容易 我們有這樣子的成就 但是現在的 蔡英文的民進黨真 就是在糟蹋我們過去的職場 保新號戰車隊在為桃園地區 新黨外連線議員盟友 候選人的遊行造勢後 會到中立事件的發生地 中立警察分局 扎贏夜宿為桃園 為台灣守夜祈福 他們希望呼籲大家 共同打破媒體壟斷 讓民主可以更加深化 這就是這唯一投影報道